国军第57届文艺金像长在昨天进行了颁奖典礼 而今年首度在户外晚间登场 还采用三金模式在现场直接揭晓得奖名次 让与会官兵感受星空下的晚会氛围 而国防部长出国政也给予高度肯定 希望文艺金像长持续为国军官兵带来更大鼓舞 新战大队迎就乐团热情开唱 为国防部文艺金像奖颁奖典礼暖身 今年首度仪式户外晚间举办 设计的星光大道让入围者进场晚会巧思连连 国防文宣车变身主舞台背景 大荧幕播放入围影片成为晚会亮点之一 我们是希望让每一个得奖者 能够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 也呈现出我们国防部 其实是一个非常创新 非常活泼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团队 今年颁发130个奖项 创作类型众多 展现国军人实力 MV呈现国军弟兄辛苦训练的过程 形象广告作品感动人心 获得金奖殊荣 流行歌曲把它做一个搭配 然后让年轻人更容易可以去 就是接受这样的一个元素 文艺金像奖举办将近一甲子 透过官员们的一文创作 将国军弟兄的努力让更多人知道 国军年度一文盛事提升国军优质形象 结合全民国防精神展现光荣典范 三日新闻综合报道